大家好啊 这个现在有消息说啊 威斯康星州的注册选民 312.9万 但是现在加上邮寄选票 合计开出来的票 已经超出了324万 多出来11万票啊 这个民主党造假 这个之前就有各种的传闻 现在看来基本上 这个事情越来越坐实了啊 那么针对这个邮寄选票 那么有人评论哈 说当时共和党就不应该允许邮寄选票 这种投票形式 除非是特殊行业或者特殊的人员 然后加拿大 也是要核对身份证件以后 才可以进入投票点的 那美国这个比加拿大比台湾都要落后 都容易留下作弊的空间啊 那么川普面对的是整个体制 建制派和官僚势力 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左右之争 阻力太大 有好多的这个 某些吧 共和党议员 包括至少两位共和党的州长都不支持川普 这不好办啊 有人说太善良了 川老头 川普 其实他也是太真诚了 川普太真了 他还是个政治素人 他在政坛打滚的时间还是短 还是不了解这些人的险恶 没下线 没底线 说太善良了 老川大牙 要早动手 局面就不会这样的 该做的 没做 犹犹豫豫 蛇变成大蟒了 其实蛇早就是大蟒了 早就长了毒牙了 川普其实这四年对他们的打击也够大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他 我们听听台湾人 台湾的选举 我从2006年就关注 我们家安了一个锅 我天天看台湾的选举 经常看得我热泪盈眶 然后台湾是一定要进入投票站的 我觉得这才算数 这个台湾的朋友 这有一个台湾的朋友 他分析的特别到位 因为他在台湾多次选举 参与选举去投票 是啊 台湾每次选举 我们的选票也都会提前的印字好 但是绝对要封存起来 直到了投票日那天 才可以让民众凭着他们身份证来去领取选票 然后进入了这个投票场所去圈选 怎么可以事先的把他留出去寄给每人 这就好像是我们参加高考 我们还可以把考证先寄出去给每个考生 让他们停好之后再寄回来吗 能够这么搞吗 对啊 说的非常对 就得到投票站去投票 还什么邮寄选票 其实这次如果有疫情 你可以把投票日拉长几天 对吧 比如说一周之内 甚至十天之内 大家都可以去投 把人给分开分流 别那么密集啊 别紧挨着 但是也不能同意邮寄选票啊 这个里边偷手 作弊 这个空间太大了 如果大家都不来考试场所考试 每个人都说 好啊 我今天没空 我有事 麻烦你把考证寄回来家里面 我填一填之后再寄回去 那还烤个屁啊 那就作弊了嘛 我在家里面 他妈的自己填了 我不作弊 我神经病了 无用的道理 这张选票继续给选民的时候 谁知道啊 到底是不是要本人填的 比如说在美国 有很多安养院 养老院 寄出去之后 那些老人家 是不是要本人自己填的呢 还是呢 里面的护工帮他填的呢 谁知道 另外台湾啊 他国土面积比较小 但是台湾我记得有 好几千个投开票所 台湾有二十多个县市嘛 好几千个投开票所 一般都设立在 中小学校里边 然后也有专门的选务人员呀 监督人员呀 等等等等 台湾的这套选举 运作的还是 比较的成熟了 只能是有一个游戏规则 必须有个门槛 对吧 我看台湾选举的时候 一些老人家啊 坐着轮椅 被别人掺着 扶着推着 也去选呀 对吧 那你不能为了照顾极少数人 让这个给一些有企图的人 是吧 没有底线的人 给他们留下造假的空间 这就不对了 因为投票 他就是必须要 核对你本人的身份 确定是你本人 亲自去投的 这张票才叫做有效票 一旦呢 没办法确认说 是不是本人投了 基本上这张票 就不算数了 所以游记选票 根本就不能算数 因为你没办法核对 到底是不是本人提的 说的非常对 说的非常对 之前已经有很多那个 把这个选票丢弃的 撕毁的 对吧 主要这些票 都是投川普的应该 所以你看 这次美国选举啊 几千万张的游记选票出去之后 你有办法一个一个的 去核对说 做不到 请问到底是不是本人填的 几千万张怎么核对啊 没办法呀 核对一下 不是适合你合约了 所以说在台湾啊 像包括这种 大型的选举的时候 为了避免了 一个投票所里面 大排长楼 我们就会把它分散 比如一个投票所 我们把它变成十个 十个地区 就分散了这个人潮了 让它不会挤在 同一个时间里面 造成了 这个冗长的排队时间 其实这个事情都可以 事先去解决 所以现在啊 这个游记选 对啊 你多设几个投开票所呗 就是设在小学 国小 国中 高中 学校是很多的 甚至便利商店 对吧 台湾有专门的机构 这个叫中选会 中央选举委员会 来操持这件事 来操办这件事 来制定各种选举的规则 所以现在啊 这个游记选票啊 会出很大的问题 因为是几千万章啊 有人说了 这个投票机制 确实有问题 还是不能以人的素质来衡量 还是要以制度为准则 用某一种游戏规则 然后说了啊 说游记选票容易舞弊作假 由于美国人素质高 共和党同意了游记选票 看来在利益面前 素质靠不住 这又有一个消息 说川普总统昨晚说 会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 但刚刚当选的女大法官 已经在宾州选票作弊案上 给了川普总统一刀 很多人说他不会自毁名声 但不效忠 不参与政治 正是大法官的特点 所以选一个机器人一样 一般完美的人 川普总统是看走眼了 上帝保佑美国 说的是巴雷特 之前的有一次投票 这个巴雷特就说 他拒绝投票 他说我刚来最高法院 我不了解情况 当然他说的可能也没错啊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台湾其实一直也设是一个移民社会啊 因为台湾的原住民其实数量也不多 你知道吧 大部分都从大陆过来 这算不算是移民社会 这位台湾朋友就是一位原住民 然后有人说了 但愿如此 因为总统的选举和联邦的参议员 众议员的选举依照的是联邦选举法 选举如果出了问题 是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的 而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所依据的是联邦法 而如果联邦法规定 11月3日是选举日 选出美国总统和联邦的参议员 众议员 那么今天午夜前 必须选出本届总统 当然各个州也有自己家的选举法 但是这些选举法 应该只适用于本州的选举 各个州才有可能 依法决定选举邮寄选票的法定日期 如按邮戳日期 11月3日前的信函 皆为有效选票 或者也可以规定邮寄选票 必须在11月3日前 抵达选举办公室等等 如加州就是这么定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 这些选举法规 应该只适用于本州的选举 如州长 州的参议员 众议员 或本州的议案等 但是在联邦选举中 如果州的选举法 与联邦的选举法 有抵触 应该按照联邦选举法 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指受限于联邦法律 具体举例来说 如威斯康星州 目前计票到93%就停了 还有7%的选票 没有计票 估计这枚统计的选票 是邮寄出席的邮寄选票 预计将被收回来 但此时 川普总统领先民主党的乔拜登 为51.1 比47.4 那么这应该就是川普赢了 威斯康星州 那么这些迟到的选票 邮寄选票 该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 这些选票对于该州的选举 按照该州的选举法 是继续有效的 如选州长和本州的议员等 但是在这些选票中 对于联邦选举的部分 也就是比如说选总统之类的 则将成为废票 所以我相信 这位朋友说 我相信最高法院也将如此裁定 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势 川普总统赢得了本居总统选举 对 就截止到某一个时间点 看选票 那要这么看 川普就赢了 零移民也不好 没有移民也不好 这个北美和欧洲 都是大量接受外来的移民 移民者们历尽千辛万苦背井离乡 所以都是喜欢急着享受 体验本地的福利 期待福利的最大化 而且关键是他们带来 完全不一样的传统和文化 这个肯 肯于愿意艰辛移民者 通常都是带来反自由的 抑郁传统而来 但一下子拥有选举权 就很容易受到福利允诺的诱惑 福利允诺的诱惑 就是民主党的那些政策 或者选出反自由 旧邦的模样 因为自由永远不可能是免费的 然后有人又说了 零移民也不好 缺乏竞争活力 死水一潭嘛 但是一旦把引进移民 看成是某党的 源源不断的票仓 那么一千多年前 罗马帝国 普发公民权 普遍的给大家公民权 导致帝国崩溃的大戏 就又要重演了 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 正高速奔向这条轨道上 说得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